又一个又一个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 惨了完了 眼睁睁看着漂漂亮亮的汽车 一辆接一辆被卷进汹涌的黄水之中 现场民众除了哀嚎 一点办法都没有 强出马了 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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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意外发生在山西洋城的满河景区 当地从10号开始降下暴雨 到13号清晨山洪爆发 短时间内冲走上百辆车 还好没有人伤亡 景区内700多名游客顺利撤出 同样的惨况也发生在山西近城 一省之隔山东省会济南 市区河边的道路突然塌陷 又是10多辆车遭到吞噬 还好受损不严重 消防员紧急拖上来 天灾之中的美景出现在河南交座 这座单极落差314公尺 号称全亚洲之最的云台天铺 出现今年以来最大水量 场面壮观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